最近根据南派三叔小说改编的网剧《沙海》播出,以后受到很多人的喜爱。 这部剧演员的选角也是很好,秦浩扮演的吴贤,被粉丝称为是贤弟本人,而吴雷也是演活乐离醋,把这个角色人物前期到后期的心理变化,和眼神都把握得很出色,让人很喜欢。 而剧中虽然是一部盗墓题材的剧,主要是以男人为主,但是剧中的女性角色也是不容小觑,除了杨蓉扮演的一生然弯,张萌扮演的苏南,让人印象身份深刻以外,就是洪轩扮演的尹南风了。 他是新月饭店的卸任老板,实力和资金雄厚,尝得也是很美,让大金牙念念不忘。 在剧中因为顾及上一辈的关系,也男风没有把张日山赶出去,张日山也是借助这一点将九门协会的场地立在新月饭店。 也男风并不带见这个百岁男神,何言无可奈何,而剧中第一次出场,十分的适合张日山在浴室见面。 扎着辫子,显得很干练,很有能力的一个女人,而在中期就是王胖子等人和也男风沟通要用设备。 也男风前往大金牢那里,头发是紧贴在头皮上的,让人很无语,发型中期油腻,刘海全部梳到了两边。 可能是因为刘海不好固定,喷了太多发酵,整个头看起来油腻腻的,让人十分不舒服,也是美丽打折了。 而在后期也就是以男风和九门的各位老板们一起前往古通京的时候,在商量事情的事情,也男风顶着一个非主流的发型出来了。 刚出来的时候都没认出来是谁,很像没超风,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审美了。 难道适得最发型是了吗? 后期像刚洗完头,头发也没有整理的样子。 那演电视剧的时候,别人是幻想如幻人,他是幻发型如幻人,真的是挑战眼力。 谢谢你眼直那么高长的蜡梦好看,还耐心看完文章,来源网络,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